那大部分我學的東西 或者我在猜我工作上我也有類似的現象 那我沒有了解 就趁著這個機會 我幫我自己釐清 那有一天 建官說 Alice 覺得你很像那個 村上村樹那個人 他跑步 那我就把樹弄來了 那這一段話你們讀一下 用讀的比我更講得好 手指頭 玩手指頭 就讓我去得位 如果你讓我去得位 當然 好 要把它卡住 我都把NER的小土 放在ую 今天我沒有畫好 我長得理想 我長得理想 你很像你 我像你我像你 我像你 GLAD 我像我像你 我像你一鏡子 我的體驗也類似 但是我比較少用苦這個字 我說痛 所有的運動 尤其是像這種馬拉松 網球 騎腳踏車 跑步 如果你沒有要痛 你其實就不會來運動 所以我一直績笑有兩個人 去年騎馬 騎花東 自備了一個車子 然後到100公里 我通常是認為說我騎花東的目的 是我從120公里到180公里 我就享受最後的疼痛 那真的是全身都痛 腰痛 手痛 頭痛 什麼都會痛 那他們就爬上車了 他就完全不享受這個疼痛的感覺 而且今天好像都不去了 連今天都不敢來 那這個是一個奇怪的事 我也沒有看太多人在講 這一個 這個痛 對一個人的需求 我知道痛對人是很重要 因為你不痛早就會死掉 那我現在我對痛的體會是 痛 給我在人生更緊張 更兢兢兢兢兢 那我也跟一些 有時候吃午飯和晚飯分享 我覺得痛 給老闆K 你給他K 因為痛 使你免於死亡 那你會覺得痛 是讓你加強你 我其實很怕牙醫的痛 那這個禮拜 上禮拜 那又要去填一個洞 醫生說 我們打麻醉 我說好 我就是認為他 打一針兩針三針四針 所以我就準備好了 真的好痛 結果打了兩針以後 他就不打了 他說只有兩個 我就很高興 當我期待痛 我期待這個冷水澡 我正面衝 然後轉過來會轉過去 我期待那個痛的來臨的時候 他真正的對我感覺的痛就降低了 那我的自己的體驗是說 痛對我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痛我把它架在我說 有都飢渴 有都飢渴 去努力做的時候都會痛 不管做什麼事都會痛 我想在實驗室發明 有一個新的發明 然後在商場上去弄到一個訂單 都會痛 但是痛就是代表有都飢渴 所以我在最前面的第一頁 我寫了 我的人生體驗兩三次 然後我寫了 有都飢渴 決定高度 那我認爲什麼決定有多飢渴 我覺得 我自己的答案是 你有多愛你自己 決定你有多飢渴 那我能夠忍受這些痛 我個人的感覺是我超級愛我自己的痛 謝謝大家 讓我有機會跟大家分享這個人生兩三次 謝謝 謝謝